前往首架 大家好我是自尖改 今天我們要繼續玩直棒以球紅A 今天這集我們來介紹2020年s1推出的第3批新發投手 那這次出的第3批新發投手呢 比起之前的2批新發投手都還會來得弱 因為這一批選手呢大概就是 已經是球隊第3號先發以後了 在一二號先發的部分已經在之前 前兩批就已經出完了 所以普遍來說這次會都比較弱 那我們一樣就依序來介紹吧 那首先是西武的高橋官程 高橋官程的話呢 他的球位72 控球比較低是65 提是75 有機會是透過稱號可以添藍的球位體力同值 扣手的28 然後是只能擔任先發的部分 球種的話有五個 那只有一個是必散球種 也就是這一個直插球 球種沒有說很好 然後整體來說也沒有說很好 他的特殊能力有這個keylet雙圈還有援護 在西武的投手是援護都會比較高 好 那再來 我們看到他的分數 分數是216.5分 評價是C 在下一位是軟銀的和田翼 和田翼今天已經是38歲的老將了 那他的球位是74 控球是73 透過稱號的話可以添藍的雙B同值 那體力是比較低是67 年紀大的選手就是這樣子 那高速到28 透過私信的話是 只能是先發的部分 但是球種的話 雖然有6種 但是沒有B以上的球種 比較好的是只有速球跟滑球而已 他的分數是224.9分 評價是C加 他的特殊能力是有一個對Pinch 那再來的話呢 看到的是樂天的擁緊袖章 去年是從羅德轉隊到這個樂天來 那他的整個素質上位看起來就比較好一點 那球位72 控球74 體力76 透過稱號的話 應該是 都各有兩個是可以天然雙B同值 那Costo的29 只能是擔任先發的部分 那球種的話呢 有多達8種 但是每個球種是沒有B以上的球種 就比較好的是只有速球 高速滑球以及這個SUDO 二縫線速球的部分 特殊能力的話呢 倒是有這個對Pinch雙圈 還有這個KONOLORU 然後對強大者 他的分數呢 是231.1分 評價是B 再來看到的是 羅德惡木康泰 後康泰的話呢 素質就比起之前都還要 之前選手都還要來高一些的 那球位是76 控球75 體力77 透過稱號的話 看起來是有機會是天然3B同值 他的體力是到Costo的29 然後他的投的視性呢 是 只能是先發的部分 但是他的缺點是球種比較少 只有四種 那有一個是B的這個直插球 他數能力部分的話呢 有多三陣的雙圈 大概就這樣子 他的分數呢 是232.1分 平常是B 再來是火腿的金子一大 金子一大的話 他的球為74 體力73 有機會是天然雙B同值 那控球69的話 也是可以過稱號3到B的 Post到28 然後他的投的視性的話 所以在先發的部分 你可以用中計 那中計是不用突破就可以用了 左轉化呢 還是像以前比較多嘛 今天有看到他出這個TS的版本 就有高達11個球種 那目前的話 他是只剩下9個 還是很多啦 然後的話 有兩個B以上的球種 這個Change Up 變速球 還有卡特波爾 卡特球 那另外的話 他D卡布 也是還是有很高的變化量 相當於是B級的變化量 特數那一部分的話 有援護雙圈 那他的分數呢 是到241.8分 平常是B加 球種加了蠻多分數的 再來是歐利式神圓E 神圓E的話呢 球歸75 體力72 透過稱號是可以天然雙B同值 但是控球就還蠻低的 是走59喔 透過稱號是勉強可以升到C啦 那扣手到28 透過視線的話 有指先發的部分 球種有5種 那只有一個B的速球而已 特數能力 有這個對瓶子雙圈 分數的話是到215.1分 評價是C 再來是巨人的高橋優貴 高橋優貴 他的球位是73 體力70 可以天然雙B同值 但是控球也是偏低 只有60而已 扣手到28 球種部分呢 是只有四種而已 然後有一個B的 screw 就是螺旋球 那後視線的話呢 除了先發部分之外 到超上的時候 可以有這個中繼的屬性 特數能力 也有這個對瓶子雙圈 分數呢 是到216.1分 評價是C 再來下一位是 橫濱的冰口窯大 那冰口窯大 他的球為75 體力70 沒有機會同值 但是 控球是還蠻低的 是只有58而已 不過稱號也是很 勉強上的C 扣手到28 然後他的頭的視線 是只能熟先發的部分 球種的話有五種 兩個B上的球種 有一個這個 Change Up 還有這個施打 兩種 兩個B上的球種 他的分數呢 是到213.3分 平常在C - 再來下一位是 也是高橋的喔 這 其實好像竟然做過調查吧 這個日子裡面啊 高橋好像是最多人的姓 而且 光這一次 姓高橋的選手 就已經有 四位了喔 一二三四 四位還真蠻多的 他球為75 敵一72 透過稱號是 可以添加雙B童子 那 控球是70 Total 28 那 頭的視線是先發的部分 可是他的球種 是偏少 是他的缺點 只有四種而已 特數能力的話 只有這個 多三正雙圈呢 分數是到 這個 222.1分 評價是C加 在下一位是 廣島傳統速 有出過這個 樂款卡 那 球位75 體系74 可以天然雙B童子 球位是 控球是比較低 是只有66 扣色28 球種部分呢 就有 這個 六種 他有兩個 B上球種 一個是這個 B的高速滑球 還有這個高速的螺旋球 有A的螺旋球 扣色性是只有這個 有先發的部分 特數能力有這個 對瓶與雙圈 還有一個 援護 然後 他的分數呢 是到 226.9分 評價是B- 再來是 中日的 小利元孫之介 也是之前出過 樂款卡的 分數呢 他的 球位是 74 控球72 體系73 看起來是 可以天然3B童子 Pose到28 然後他到手 私信的話是只有先發的部分 可是他的球種也 也是蠻少的 只有四種而已 然後有這個 B的SakuChange 就是 圈子變速球 通常來說 先發投手的 建議是 五個球種以上 會比較好 去搭配他的球路 那中繼就可以 是比較少 沒關係 那種 可以在關鍵時刻 去對付 打者 就好了 那他特殊能力 是 有這個 對Pinch 分數是 到225.5分 平常是 B- 再來是 今天的第四位高橋 這個 養樂多的時候 奎二 他的球位 71 體力是不到 不到B 只有68而已 是可以天然 2B童子 那他的控球是 比較悲劇的是 只有15 而已 Pose到27 那他只能是先發的部分 球種的話 有6種 但是也是沒有B以上的球種 而且F5的球種也還算蠻多的 特殊能力 只有這個 這個奪三陣雙圈 KID 之類的 分數是 到199.1分 評價是低 這是 這是最爛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總結以上 12球團每一位 先發投手 他們的評價排行吧 那第一名是 因為球種多歲加了蠻多分數的 火腿精子一大 214 這個 分數是 241.8分 那第二名是 羅德厄木康泰 232.1分 第三名 樂天勇景秀章 231.1分 第四名 廣島 創田寬樹 226.9分 第五名 中日小立元聖之界 225.5分 第六名 這個 軟鷹何天翼 224.9分 第七名是 板神高橋搖人 222.1分 第八名 西武的這個 高橋觀城 216.5分 第九名 巨人高橋優貴 216.1分 第十名 歐利是 沈元毅 215.1分 第十一名 是 橫濱 兵 兵口窑大 213.3分 最後一名是 楊樂多的 高橋奎二 199.1分 總結以上呢 B的 評價達到B的選手 是還有五位啦 但是嚴格說起來 都不怎麼好 至於在這一次第三批 先發投手推薦的選手呢 我表示說是沒有 因為我覺得在之前出的十二位 二四位先發投手 其實 才是這個主要 我覺得需要長久培養的 那後面出的先發投手 我覺得 呃 我覺得培養也是 還蠻浪費 時間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要培養就是培養 那前面二四位 其中幾位 這樣子 像目前的也是 就是 先發投手 我自己的話 都是 大概是前面二十四位裡面的啦 就是 都大概是數值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一次出的第三批先發投手 大致上是 球隊的三號先發以後 所以看起來 數值其實都沒有說很好 勉強能用的大概就是 那些剛剛講到的 評價是B以上的球員啦 那後面 除非你很喜歡那個球員 不然的話 我覺得 應該沒有說什麼 呃 推薦 的球員這樣子 好 那結束我們這一次的評價排行 接下來是 這個七系十連福袋喔 但是我沒有抽 這一次的話呢 是 一三 四 六 是必中 yes 所以就是 在六十抽 是必中 4s 那在第三回目跟第六回目是 自對確定 第七回目的話是 特別的 你只要花七個魂就可以拿到 就可以抽十抽啦 他一個人是只能抽七回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必須要忍住 因為大概的話 按照這個時間 猩猩卡 又是這個 selection 的卡片是快要出了 在之前呢 也有提到的這個 感謝祭的第七檔 這個我判斷應該就是 給猩猩卡的免費十抽了啦 那時間是 7月17到7月27 應該這次也會有兩批選手 但是我自己個人沒有遇過 沒有遇過猩猩卡 因為我玩這個遊戲是去年的8月底開始 大致上已經是 S1快要結束時間了 所以我沒有遇過熱狂 我也沒有遇過猩猩卡 那猩猩卡就是比較會出 而且我覺得是比起熱狂來說 更不會有雷卡的喔 因為像是 呃 這個猩猩卡是應該是 就是 給那些什麼OB之類的啊 他們去 選說那個猩猩卡的球員 大概是這樣子 那熱狂是 那個K社是自己出的喔 所以很容易出現是雷卡 像是3-7-5 可能就有原型鑽量啊 或是 這個金子幼獅啊 這類的選手 嚴格來說就是 就是雷卡了啦 那 猩猩卡我覺得是 比 熱狂來說是 更不會有 這個 雷卡的機率出現 那目前只有1327個混 所以 應該會留到 下次的猩猩卡再抽 畢竟說 這個十連附帶是 什麼S卡 是都會有可能拿到的 猩猩卡 可能還會抽那個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還是 留到之後 再來抽 大致上應該會是下個禮拜出啊 那這個禮拜 在 呃 這一次是到 7月14號 不確定會不會再 出新的選手 但是 如果這樣的話呢 可能會是 下個禮拜二之後 會出新星卡這樣子 那今天這集沒什麼要講的 因為這集 也是突然有這個先發 選手 出來 因為 距離三次出卡片 是禮拜五 沒有隔太多的時間 那今天因為 有點事情的關係 所以 沒有辦法 馬上出了 當天就出影片 那我們今天 就影片先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按讚訂閱 並且轉出去 另外也可以追蹤 按G 我是天改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 字幕視聴 字幕視聴